據美國聯邦檢察官最近提交的法庭文件 Zoom的一名高管與中共當局合作 提供中國境外的用戶數據 並確保得以進入中國市場 這些文件詳述了Zoom員工之間的內部通訊 文件顯示 中共安全部門向該公司提出了很多要求 例如要求提供用戶數據 並開會討論了這些政治和宗教議題 是中共當局無法接受的 Zoom遵守了大部分的要求 其中某些要求更涉及了中國境外的用戶 這些信息突顯了當中共向Zoom等公司施壓 企圖監視和審查國內外用戶時 越來越多中國境外的用戶也將被捲入其中 Zoom是一家位於美國加州聖河西的公司 其軟件是在中國開發的 這項美國司法部12月18日提出的訴訟 是針對Zoom公司在中國的高管金新疆 金新疆被指控的原因是 他在今年紀念天安門大屠殺31週年的一系列會議中 多次起到了干擾作用 六四天安門事件一直是中共當局的禁忌話題 金新疆曾是Zoom與中國執法和情報官員的主要聯絡人 檢察官指控金新疆受中共指使至少四次關閉了天安門大屠殺的Zoom會議 其中大部分會議由在美國的華裔異議人士所主持 當時一批在美國和香港主持紀念日會議的華裔民運人士 賬號突然遭到這間公司暫停引起了廣泛的批評 Zoom當時表示 之所以採取行動是因為在中國參加這類活動的非法行為 在12月18日案件公開後 Zoom發布最新聲明表示 他對中國大陸以外的用戶採取了行動 包括暫停帳戶和關閉會議 這是不符合要求的 他還表示 未來將不再給中共政權的要求 影響中國境外的任何用戶 據檢察官的說法 金新疆還參與了一項計劃 在5月和6月 滲透了幾個美國華裔民運人士主持的天安門紀念會議中 據說 金新疆和同謀者 涅造證據 誤到人們覺得這些會議的參與者 違反了Zoom的服務條款 比如先動暴力 支持恐怖組織 或傳播兒童色情製品等 檢察官說 他們隨後利用這些涅造的證據 說服總部位於美國的Zoom高管取消會議 並暫停這些民運人士的帳戶 金新疆一案似乎並非孤立的案件 法庭訴訟詳細介紹了2019年6月以來 這間公司遵守中共當局審查要求的一系列其他事件 尤其是與中國以外的用戶有關 中共當局一直表示 如果他們不合作 Zoom將被排除在中國市場之外 39歲的金新疆在中國東部浙江省宣辦公室 擔任安全技術負責人一職 檢察官說 他領導這間公司努力遵守中共審查指令 中共審查制度要求 所有在中國運營的通訊公司 必須監控和審查中共不認可的言論 包括批評中共政權的話題 某些信仰團體的言論 這個制度還要求外國公司 將中國用戶的數據 儲存在位於中國境內的服務器上 不遵守規定的公司 將面臨在中國市場遭到封殺的風險 據訴狀 作為Zoom與中國當局的主要聯絡人 金新疆收到了來自中共當局多個機構的指令 包括中共中央網絡安全 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 簡稱中央網信辦 中共國家安全部和中共安全部等 金新疆負責主動監控Zoom上 是否有被中共視為非法的討論會議 例如根據訴狀 一位FBI探員說 2019年8月 金新疆選中了一個 在Zoom美國服務器上的基督教團體會議 金新疆告訴美國同事 這個團體是一個中國邪教 由於他討論基督教內容 他的帳戶應該被封鎖 其後美國同事指使金新疆 可將這個帳戶設置為隔離狀態 迫使這個用戶放棄使用Zoom平台 2019年9月初 中共政權封鎖了Zoom在中國的營運 訴狀說 為了恢復營運 Zoom需要向中國當局提交整改計劃 據FBI探員的說法 在計劃中 Zoom同意主動監控 通訊中是否有被中共認為 不可接受的話題 將約100萬名中國用戶的數據 從美國遷移到中國服務器 並提供中共安全部門 Zoom系統的特殊訪問權限 隨後 Zoom在中國服務器於2019年11月恢復 訴狀說 在COVID-19大流行之下 Zoom的使用人數暴增 隨後 中共當局對這家公司實施了更嚴格的控制 中共當局要求Zoom 發展能在一分鐘內 終止任何非法會議 或封鎖任何帳戶的能力 即所謂一分鐘即時處理要求 這個要求最終擴展到海外用戶 訴狀中提到 在4月29日與美國同事討論中 金新疆解釋說 中共當局要求Zoom員工必須有權力直接處理 而且必須在一分鐘內處理完畢 否則將不符合安全規定 法庭文件顯示 金新疆向他的美國同事說明 中共安全機構的審查 和其他要求必須保密 雖然 金新疆沒有權限訪問Zoom 美國服務器上的數據 不過FBI探員說 在美國同事的幫助下 金新疆得以訪問這些數據 以遵守中共政權的指示 訴狀指出 5月份 金新疆多次要求美國同事 提供中國境外的用戶數據 並關閉其帳戶 以滿足中共審查需求 這個其中也包含了很多美國用戶 例如6月1日 金新疆向他的美國同事轉達了中共安全部的指示 要求他提供前一日 一位美國華裔熱熱人士主持的天安門紀念會議中 所有中國與會者的用戶信息 作為回應 美國員工向金新疆提供了美國帳戶持有人的詳細信息 包括姓名、電郵地址等 他們還關閉了該帳戶 並向金新疆提供了5月31日會議所有與會者的姓名 IP地址 其中包括美國用戶 人道 中國是總部設在美國的人權團體 其創辦人周峰索 是前天安門學生領袖 他主持了信述5月31日的活動 全世界約有4,000人收看 他回憶說 由於中共當局的壓力 當日很多來自中國的演說者 只能播放預先錄製的信息 不過很多人還是遭到中共拘留了 周峰索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 這次起訴是維護正義的第一步 對其他為了利益而妥協的公司 應該能起到警示作用 周峰索補充說 據說 今新疆是在中國情報官員的指使下行事 這也表明了當美國公司到中國時 這個不再是一種商業合作 而是與政權的直接合作 他們成為了這個政權鎮壓民運人士 侵犯人權的機器之一部分 周峰索說 對於像Zoom這樣 在美國各行各業擁有強大經濟影響力的公司 對他們加強審查 並要求他們為與北京同謀負擔責任 顯得更加重要 詳情您變成3隻 JPT PPS 叫聲 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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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